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7月16号了 是吧 先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烂尾楼盘的强制组团的断贷吧 截止目前啊 全国范围之内这个公开宣布断贷的 或者叫动态还款的 就是你不开工我就不还钱 什么时候开工 什么时候啊 这个交房子 老子什么时候还钱 那么这种楼盘已经达到了三百个 三百个楼盘 这个距离一千个还是有点远 不过长势还是很喜人的 是吧 不要着急 以后我每天关注一下 然后每天给大伙啊 搜集一下这个汇总 是吧 喜报频传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河南的五万块钱一位那个啊 五万一位 五万一位 老乡们都回家吧 五万一位 然后截止到目前 在整个中国的互联网上 特别是在微博 微信 什么今日头条 小红书等等这类啊 包括抖音上面 这些爱国博主们 各顶各的都拿着钱了 明白吧 哎呀 我取到了五万 我也取到了 哎呀 感谢政府啊 政府说话算话呀 哎呀 反正他没事都拿着钱了 然后你想在这个微博上面发一句 说我的钱没拿着 发不出去 明白吧 你说我在朋友圈发一句 哎呀 这个都是骗我的 我已经连续两天上存十分证失败了 哎 微信号就炸了 对吧 反正除了能说话的啊 基本上都是能够拿到钱的 你只要说没拿到钱 都是不能说话的 这个也很符合新时代各色 是吧 其实 昨天还跟大伙分析了一下 说是 这个一个人五万这种维稳啊 这种形式啊 哎 把那些超过一百万两百万的要 啊 查你税 查你八辈祖宗 是吧 恐吓你 反正中国人嘛 来来的钱都 都或多或少能找到毛病 哎 当然也不是或多或少吧 只要你在中国赚钱了 只要你在中国啊 活着了 你就有原罪 是吧 哎 你就要感谢不杀之恩 对吧 那么 我刚刚又想了一个事儿 哎 就是结合这个断贷潮啊 断供潮 那么 全国各地银行里边就是钱就没了的 几百万上千万的这部分人怎么办呢 给他房子啊 对吧 哎 各地政府开个大会把这些钱没了的储户们 哎 特别是五十万以上的或者二三十万往上的吧 哎 组织到某个地方开个大会啊 现在啊 这个市里有八个或者八十个这个烂尾的楼盘 或者卖不掉的楼盘 那个你们啊 每个人分配两个 对吧 啊 十万块钱一个一套房子 对吧 你来一套 你来十套 你来二十套 当然这个十万不是全部啊 十万只不过是首付 那么欠你四百万 你想要呢 要钱没有 对吧 哎 再要打死你 那你现在唯一有的东西呢 就是十大十能看见的东西 就是四十套楼房的首付 哈哈哈哈 四十套的首付 要拿走 马上现场签合同 哎 直接 啊 后半生还不缓 还带钱 哎 不要啊 不要 不要拉倒 啥都没有了 那就证明你主动放弃了政府的补偿项目 哎 或者补偿的政策 对吧 哎 你看 哎 老王这个损招损不损 对吧 一举两得啊 解决了好几件事 哎 真是 哎 因为昨天说我自己这个 哎 怎么就没看透他们呢 对吧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深刻的检讨啊 然后今天就把这个损主意啊 把这个恶毒啊 缺德啊 对吧 往最极致的方向去想 然后又结合到现实 就想出了这么一个高招 对吧 你看高不高 哎 你看损不损就完了 是吧 有这么好的政府 你们就偷着乐吧 接下来呢 再说一下关于疫苗的事啊 最近这段时间 从今年六月份开始吧 全国各地都在逼着这个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接种疫苗 这个年轻人反而可有可恶无所谓了 那么到底为什么呢 咱们这个稍微有点这个医学常识的都会知道啊 老年人呃 本来呢 有一些基础病就比较多 是吧 然后他们是最危险的那一部分人群 就是对疫苗副作用啊 这个发生概率最高的那一部分 其实很多老年人的这个社交范围都很窄 是吧 有更多的一些常年卧床的根本就不出门 跟这个社会没有太多的接触 那么他们的感染几率啊 他们的被感染几率 传染几率就极低 或者可以说是全社会最低的那一部分人 那么又为啥逼着他们打这个疫苗呢 其实我一直是不理解的啊 那么一直到啊 上海这个有个事发生 就是上海蓬浦新村的街道办呢 是趁着家里边的儿女啊 就是出门了 上班去了 然后偷偷偷的上门 敲开了这个98岁老年人的这个门 然后这两个人啊 一个98岁 一个92岁 一个呢 是有阿兹海默症 就是老年痴呆 另外那一个呢 是常年的卧床不起 那么这两个人 你说在街道办这帮逼养的 对吧 巧言令色 是吧 花言巧语的诱惑之下 就签了一个同意书 说那就打吧 是吧 又给鸡蛋 又给点什么礼品的 那就打吧 打完了 中午打完这一针 当天晚上就人就不行了 半夜人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就走了一个 然后剩下那个92岁的 哎呀 这个自责的不行 家里边的儿女也自责的不行 就跑过去质问这个街道办啊 你这不等同于杀人吗 这街道办那个 让不我说他们是魔鬼一样的东西啊 就是中国最基层的那部分人 所谓的工作人员也好 所谓的大白也好 只要你干了那个活 只要你赚了那份钱 只要你做了这些事 那你就是死不足惜 明白吧 你家八辈祖宗都得跟着你一起啊 下他妈阿比地狱 哎呀 用事不得超生 太他妈死了 往那一坐 哎呀 他已经签了这个同意书啊 他已经自己自愿的 那他妈是一个患了阿兹海默症的人啊 另外那一个已经九十几岁了 已经糊涂了 对吧 那你说他们同意了 我再给你们送去一个患了阿兹海默症的人 你跟他们解释解释 让我亲耳看看 哎 听听 对吧 你怎么能够让一个患了阿兹海默症的人老年痴呆 听明白什么叫疫苗 对吧 他们连自己儿女家人都不认识 哎呀 你反正他们同意了 那跟我没关系 你说这帮玩意儿真是狠的啊 当然这事儿爆出来了之后啊 紧接着就有好多人啊 在互联网上说 有一位朋友说呢 他自己家里边 他们村啊 有个九十岁的老年人 然后去年开始接种疫苗的时候 就是有医生上门就已经明确的这个判断或者诊断 这个人有高血压 有各种基础病 不适合接种疫苗 但是也是在前天啊 这个当地的村委会的人 就带着医生啊 带着什么护士啊 就跑到了家里 就趁着人家孩子出门的时候 你说这帮孙子啊 趁着人家里边明白人啊 年轻人都走了 偷偷上门 筐吃 点来了一针 摁个手印 中午也是下午打完针 晚上人就没了 当天人就没了 你说说他们是这个故意杀人啊 是不是 感觉一点都没有冤枉他们 是不是 说到这的时候 这个微博有一个老傻逼啊 老五毛 老粉红 或者叫曲头 叫林岳芳的 也发在微博上边自己的一个亲身感受 说他父亲的亲表姐八十几岁了啊 这个也有很多的毛病 脚有毛病 然后一直不肯打疫苗 结果呢 这个上周五强制上门去打 就是来了一帮人啊 直接摁在床上 把这八十几岁的老年人给了一针 下午打完 当天晚上人就挂了 然后到周日 到周日直接强制火化 周五死了 周五晚上死了 周六放一天 周日又被村委会啊 拉走强制火化 真是啊 有这么好的 是吧 有这么好的政府 这么关心人民的健康 你们就 你们就偷着乐吧 所以我就是一直看到这里的时候 才突然有了一个其他的想法 全新的想法 就是有点像蒙元时期啊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实行奴隶制统治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个过了六十岁的老年人 按照蒙元的法律 是吧 不就得依法这个强制消灭 是吧 到了六十岁就得找到什么深山老林 找到一个政府指定的地方到那去等死 对吧 你没有办法劳动了 没有办法为这个朝廷做贡献了 那你活着还有什么价值呢 特别是啊 还当婊子立牌坊一样 给这些老年人啊 假惺惺的一个月几百块 特别特别是那些啊 这个退休金的金额还比较高的那一部分人 是吧 所以当时我就突然反映出来 是不是有一个计划或者这个清零运动是吧 咱们想歪了呢 人家不是想给病毒清零 嗯 不是要清零病毒 是要清零 另外一个这种事啊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避免 这个上海还有一位朋友啊 他家里边虽然以前封过一次了 然后又解禁 最近这两天又要封 然后他的老伴啊 他已经七十来岁了 他老伴呢 就约了这个中山医院的核慈共振 然后为了能够按时啊 就是比如说约的是明天 然后今天晚上就通知要封这个小区 他就开始啊 到处打电话 打了一圈又一圈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 还是不行 到最后呢 终于啊 打通了这个攸关部门的电话 他也不管对面是谁 直接啊 就对着人家说了自己的一个观点 他认为啊 医疗权是基本的人权之一 受到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保护 任何人无权剥夺 即使在战争中对敌方的伤兵和俘虏 也不能剥夺其医疗权 践踏平民的医疗权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 可以促以绞刑 这种罪行现在没人来治 整个上海没人来治 那就老子来治 对吧 明天我们一定要出门 我们一定要去就医 然后我一定会带刀出刑 谁阻拦老子砍谁 往死里砍 为了维护家人的医疗权 也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到了我这把年纪 已经不适用于死刑了 即使无端杀个人 最多也就判个无期徒刑 我还是觉得养老院 也未必就比监狱好到哪去 狱警也未必就比那个护工更恶毒 所以我杀个人的成本是很低的 你们好好掂令掂令吧 这个电话是你接的 到时候别说不知道 我是录了音的 对吧 你这边也是有自动录音的 这番话说完 当天晚上十点钟 他们居委会 你看前边打两小时电话 门接对吧 然后当天晚上十点 居委会直接打电话 先生你好 明天上午九点多 这个我已经联系了 中山医院的专车来咱们小区 接你们去医院 吞牛逼 然后他发这个语音的时候 就配了这样一句话 今天专车如约而至 开车的师傅说 检查完了 给他打电话 他就在门口等着 再把我们思维家 牛逼 是吧 人这个东西啊 人这个事啊 哎呀 中国的事永远就是那么回事 对吧 中国的法律是给遵纪守法的人 没有活路的 明白吧 所以前面不说了吗 中国人 让你活着 你就有原罪啊 只要你吃饱了肚子 你就 够判刑的 明白吧 无非人家没搞你而已 你们就偷着乐吧 哎 最后呢 给大伙朗送一首诗吧 这首诗呢 是上海的一个 荣传媒中心的记者 叫宣克炯 发在微博上的 今天在墙内啊 真是火变了大江南北 我的朋友圈里边 甚至微博上边都刷屏了啊 当然我没有微博啊 我的朋友圈是刷屏了 那么这首诗呢 是据说 据他自己说啊 他写的是禅 哎 在锻炼的时候 在户外的时候 这个资料啊 很刮燥 很烦躁 于是他就写了这么一首诗 闭嘴 说你呢 高高在上 一片刮燥声 平天几分燥热 自以为聪明 肥头大耳 土堆里 蛰伏五年以上 才爬出阴间 却只会用屁股 唱夏日里的赞歌 不知人间极苦 酷促 就这么一首诗 然后就被大肆的转发 然后很多人呢 就误会了 说他是不是在 一犹所指啊 于是就举报到了 王警中心 王警中心迅速登门 拜访 然后这个 宣克炯同志啊 立刻删除了 微博 责令宣克炯同志 在所属新闻采访部啊 全部门全员会议上 做出深刻的检讨 增强四个意识 认真学习研读 相关员工 网络行为准则 管好个人的社交平台 注意网上网下言行 杜绝此类事件 再次发生 哎呀 说资料都不行了 你说这首诗 到底哪翻尽了呢 是吧 闭嘴 说你那高高在上 一片呱噪声 平天几分燥热 自以为聪明 非头大尔 非头大尔 土队 泽服五年以上 才爬出阴间 却只会用屁股 唱夏日里的战歌 不知人间几库 的确是在写资料 是吧 很好 我就毛爱国 那是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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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